为了鼓励县内旅书约者响应交通部观光局秋冬旅游补助计划 观光处也积极规划配套活动 邀请县内烹饪与中药工会一起携手合作 推出药膳千人锅 那我们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呢 是希望增加宣传大家利用秋冬游的补助 到南投来泡温泉尝美食 那南投的温泉呢 包括北港溪泉汽 包括浦里温泉鸡这个细腻香的东浦温泉 这个泉水呢都是碳酸清纳泉都非常棒的 这个锅里面包含我们南投特有的一些食材 包括我们高山的高丽菜 还有心意的山猪肉 民间的山药 还有我们鱼齿的孤菌类 还有我们浦里的角白醇等等 那在我们中药工会所提供的食泉的一个药膳 那算是温补 以美食来号召并运用在地新鲜食材烹煮 现场不仅香气示意 更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共享美食 特别调制过了不燥不热 然后不温不火的这个药膳包 那由我们中药商工会 然后来提供一些药材 然后由烹饪工会来主食给 所有的民众来享用 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冬的季节呢 可以把身体养好 中药工会到烹饪工会 基盘这些成人锅这些带动的超顿 这样很好地活动 现在冬天也够了 食物包括我们六个冬天 身体健康更不怕冬天 政府观光处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 积极规划出本次的活动 希望能够有效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 发挥功效 带动观光整夜发展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到我们南投 来泡温泉来消费 来踏我们的轴线参观旅游 同时也能够欣赏南投的在地之美 深度的一个旅游 我想特别感谢我们县商会 尤其是烹饪工会的一个全力协助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 旅游泡汤最好的一个时节 所以呢泡汤吃火锅是最特别的啦 今天也是把所有南投县 当地特色的美食 一起放到我们的火锅里面 结合我们的中药啊 而且我们的我南投一些产业的特色 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明轩这边也希望我们各地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秋冬的时候 来南投去投 来南投观光 秋冬有南投千人团聚过 希望透过本市县府与县内烹饪 及中药工会的用心策划之下 能够带动县内观光旅游风潮 来南投泡温泉 有景点尝美食 接着永胜草丁采访报道 礼刘 逅 带